赵康在哪儿 在下数劝县令 依法行事 县令不听 新国人聚众图示 在下与法官 当即去找县令禀报 便问立员 没人知道县令行踪 老国人抗田 新国人暴乱 辩法最要紧的时候 没限的父母官赵康 却离奇失踪了 而让左书长 未央愤怒且意外的是 这个赵县令 推行新法式软淡 越级告状式应查 总归 请君上做主 不能让全臣一手遮天哪 听完赵康的陈述 国君英屈良冷若冰霜 对这个软弱的县令 他一眼不看 一眼不发 直到左书长 未央赶到时 他才抬起头 左书长 梅县县令赵康 禀报变法之事 教你处置 英屈良一句话说完 就把赵康丢给了未央 扬长而去 这下赵康懵逼了 尴尬了 赶忙为自己的越级上报 向未央狡辩 左书长 您可别误会 梅县梦西白三族 要做太子封地 所以呢 这事我得跟老板说一声 我可没告你是权臣 我也没告你 伤了老师族的心 这未央既感到惊讶 又感到好笑 赵县令 听我说 我谢谢你 我跟老板这关系 还用得着你告 你他娘的正事不干 逼事还不少 这应 带赵康一级赶赴梅县 不比赵县令软弱 强硬无情的 左书长未央 要到梅县 亲自收拾乱局 消息传到梅县 抗田的梅西白族人 担心扛不住 但投羊白龙仗着有太子撑腰 就放下狠话 扛不住也得扛 要丢地 要死人 比打仗还厉害 鸟 扛住 看他未央了 还敢在梅县杀人 有了白龙的不要 老家伙们又硬了起来 当听到国府的马队 已经赶赴梅县时 独臂白龙更是恢复了战时风采 白氏各个身经百战 一身铁骨 怕他个鸟 走 走 走 怕个鸟 通往梅县的大道上 几千铁甲骑士 正凛然驶入城门 一脸杀气的所书长魏央 刚下车 就连下两道命令 执法将军车英 带三百铁骑 拒拿白龙 嗨 铁骑司马 在 督促抗田各县之县令 立刻赶来梅县 魏央凌厉的语气表明了 他要用铁腕一次性的 全部的彻底的解决梅县 乃至秦国所有阻挠抗田的顽疾 而这下呢 梅县梦西白三族 也确实从极咒的马蹄声中 感受到了国府的来势汹汹 在车英的指挥下 马队分成两列 迅速驶入打鼓场 让车英惊奇的是 几十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怒气冲冲地扛着叉子靶子 组成了不足拼杀方阵 车英仿佛没看见 直接下令击拿白龙 但梅县老年方阵挡在了白龙前面 不得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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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英一声冷笑 还是独老 就在这时呢 白龙身旁一老哥 抬出了上方宝剑 要说呀 在如此紧张的对峙局面下 有太子撑腰 有大伙支持 白龙本不落下风 可他却出人意料的大喝一声 这就是白龙的精明 他心里清楚 真要跟官府弄出血战 太子到时候想帮忙也不行了 再说了 白氏族人搁这儿 跟官府碰得头破血流 又有啥鸟用呢 而对付魏央 最关键的就一条 太子 身经百战的白龙 还是小瞧了魏央 他带头在梅县 掀起了抵制心法的风浪 并且在见到魏央时 就脖子一梗 搬出了靠山 此事请太子说话 但白龙没想到 自己的狡猾和精明 却在魏央阵被轻松破解 敢问老族长 指使白氏一族 鼓动孟希两族 不退出多余耕地 这也是太子下的令 你别以为你经常给太子泡泡糖 我就拿你没办法 若老族长坚持咬定太子府 本书长只能请出太子当面指责 老白龙哪还敢往太子身上泼葬水 他当即承认 行 都是我干的 你咋地吧 这魏央变了语气 我说老白 你也算是个人物 你就说这心法到底哪对不起你了 你搁这跟心法对着干 跟我对着喷 你到底涂个啥呀 你颠倒贵贱 夺我田产 老夫 老夫受不了 以前那些奴隶 我可以让他们免费给我种地 现在你倒好 你把我的地分给这些贱民 老夫 老夫受不了 以前那些奴隶 我可以让他们免费帮我干账 现在你倒好 要夺我扛把子的位置 老夫 老夫受不了 以前我心情不好时 我还可以骑他们头上拉屎 现在你倒好 你让他们跟我并盘拉 老夫 老夫受不了 眼瞅着老白龙冥完不化 魏央给予了坚决回击 大仗耕田 人人有份 吃饱穿暖 贱民却不能 这公平吗 厉农和老氏族一样 都曾为帮国流血 可奴隶流血无赏 在军 他们不计战功 不封爵位 在农 他们耕的不是自家的土地 住的不是自家的房屋 你们锦衣玉食 他们食不果腹 你老想着 齐人家头上拉屎干啥 你不觉得这有为人道吗 大家一起平起平坐 有地重 有饭吃 举国上下 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秦国 不好吗 魏央义正言辞 但老白龙压根不买账 你他妈少给我画饼 我不屌你 你一个左术长 能拿我咋地 反正我老白今天就把话撂着 说得好听 没用 老秦士族 就是不服 只怕未必 顽固的老白龙猛然意识到 自己太小 瞧了这个所述掌 未睡法场 七百人 这个魏央眼皮子眨都不眨 直接咔嚓 想到这儿 老白龙心理防线 瞬间崩盘 魏央 你 你心黑手狠 你不得好死 老族长 你 操心不少 魏央虽然言辞犀利 杀气腾腾 但理性的头脑告诉他 这次抗田事件的要害 却并不在老白龙 没线抗田 魏央对县令赵抗的软弱 和太子的幼稚冲动 虽有所不满 但他却十分清楚 这两个人都不是 兴风作浪的主谋 他们的背后 肯定有更为阴险的人物 警谦提议 把阴险之人一并揪出来 勇绝后患 可这个想法却遭到了 魏央坚决反对 不可 此话只是提醒你 我警觉 没有真凭实据 万万不能治罪 哎呦 左书长太拘泥了 维护大局 何须对阴谋者讲究法度呢 警监对身负其才的 左书长第一次提出了异议 却再一次被说服 那是所言是人质 并非法治 法治不查奸 大凡奸命 必有奸行 奸行必违法 违法才能治罪 这警监有点沮丧 按你这说法 这些奸人自己不跳出来 我们就干等着啊 那得到猴年马月啊 魏央微微一笑 心中早就有敌 真正的奸命迟早会跳出来 你想按都按不住 心法禁止死都 偏有人顶风犯罪 新田推行新智 有人立即强行抗田 你说你按住谁了 还会有更大的任务 跳出睡眠 魏央虽然胸有成竹 可对眼下的抗田事件 他还是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好在啊 这位强人并没有因此而惊慌 更没有退缩 在审定了白龙之后 那个又软又骚的县令赵炕 又撞在了枪口上 对赵县令精心准备的辞职报告 魏央连标点符号都懒得看 他直接找到赵县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赵县令还给他拿上劲了 魏央对这个被国军 被百姓寄予厚望的秦国第一县令 彻底无语了 变法一年多 秦国各地热闹的费反迎天 可偏偏最有希望搞成示范区的煤县 成了一片烂泥塘 先是私斗仇杀 再是士族抗田 赵县令在接连的两次大事件中 竟然选择了独职和摆烂 这次啊 魏央不想再客气 你既然做官 便得忠于之首 否则便是侍卫素翻 便是亵渎公旗 赵厂 你犯的是死罪 如何 如何 你再说一遍 按照秦国心法 你是死罪 离不下庶人 行不上大夫 行上大夫 自秦国变法开始 赵抗像双打了的秋草一般 低下了高傲执拗的头颅 额头上冒出了一层细汗 死罪对他来说 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身为秦国名士 秦国首席宪令 三代贵族之身 会仅仅因为同情抗田 就要被斩首 但他不相信魏央敢善杀大臣 他相信的是 魏央禀报给国军后 国军一定会害怕 招来杀贤罪名而挽留他 至少也会让他平安的归隐山林 但这次他错了 给左首长说 还是那句话 放手做事 无理其他 好 军上一眼定乾坤 我定乾坤 法定乾坤 喂水行长 又是一阵重骨 白龙等13名重犯 已经被安排在了木桩旁 最令树民们激动不已的是 人犯中竟然有县令赵抗 这个昨天还吵吵着要辞职的秦国民事 没想到今天就穿上了一身新衣服 随着13颗人头落地 秦国的第二批法令终于被坚决推行 可就在第三批法令即将推行时 盈曲良和魏央两位巨人 却差点相继丧命 关注我 看最精彩的大秦帝国解说 我们下期见